大家好,首先我想說一句 就是你沒有聽錯 我真的說了中文 其實我的名字叫V 很多人看見我的樣子 覺得我為何會聽你的話 我是一個香港大 香港土生土壤的印度裔香港人 我可以拿6000元 很多時候我的樣子 人家的印象都覺得恐怖分子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沒甚麼所謂 第一個印象是很正常的 只不過我給你一個很適合的反應 你會發覺這裡只是人 沒甚麼特別 可能人們跟我說 沒有…沒事,走… 可能我就說 不用,我懂得說中文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人們很開心地說 我懂得說中文,很厲害 過來…先拍照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正常 香港有很多文化的地方 其實不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所以很多時候我就開始利用這件事 我給自己一個很例子 平時你去街上買東西 說價這些東西 說得很正常而已 但我可以說價用英文 人家可能自己討論的時候 用中文 我就會聽到他們說的東西,對吧 我就知道他們說價的技術 說了甚麼,我全都知道了 之後他們回來說 好吧,這個價錢吧 我說不行,我要便宜一點 馬上說 你聽到我剛才說的東西嗎 所以我發覺我長大的時候 我多接受自己和大家不同 就是用不同的身分 去幫助自己突出 幫助自己找到自己的路 你生活上甚麼都好 你找至少三個角度來看 它能幫助你看到有好、有不好 還有一些很新的角度 你這樣看的東西 就發覺其實生活上很開心,對吧 其實沒有人可以100%開心,對吧 有些時候你也不開心 很生氣,很煩,很煩 例如我這樣 如果我有一天很不開心 有很大的問題 不知道怎樣面對 我便很喜歡外出 隨便找巴士遊車河 遊可能半小時來車河 或者可能去這個公園 像今天那樣坐草地 拿著一本書來看 而我最喜歡看的書就是 《孫子兵法英文丹》 因為我看過那本書 我覺得啟發了很多新的想法 可能會覺得 這樣想也不一樣,挺好 所以我很喜歡來草地,放鬆 因為我很相信香港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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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所以來到草地,看到人們踢球 可能會覺得生活也不太差 可能半小時後心情較好 回去面對的問題解決一點 所以努力、玩力 這個還在香港 生活上甚麼都好 我也很喜歡找不同的角度看 而其中一個角度是找個幽默 例如我生病時 有朋友,我們朋友在行行聊天 我說 Vivor,你今天週末做甚麼 沒有,要下山之類的 我可以很威風地說 沒有,今天週末嗎 要抗癌癌,沒甚麼 你下山就好 我的抗癌不太特別 所以我覺得只是這個角度 對嗎 其實要人樂觀一點 沒有分別 只不過你會看到人生就開心一點 頂著的時候也會笑多一點 無所謂 我其中一個偶像就是李小龍 我很欣賞他的想法 反而我覺得他的想法很特別 我記得我生病時,我看他的書 他的書有說一句 Be water, my friend 做人好像水一樣 水有時會牙、有時會魚 經常會變形,對吧 在香港,你會覺得 香港變得很多,經常都變形 有新大廈,又不同了 是這樣的,很正常 但你可以跟著他來變形嗎 你可以的話,就甚麼都可以 其實我玩動也笑,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喜歡笑話 第二,我發覺令一群陌生人去笑 其實是很滿足的 即是有一群人在一間房間 聽說話,一起去笑 這個經歷是很難得的 尤其是在香港有很多工作 為何要浪費時間坐著跟你笑 我自己在家看電視笑也可以 但是不同的 即是一群人,一群人一起笑 那個感覺是很特別的 香港是一個非常多機會的地方 只不過你要知道 我有甚麼夢想 我要追求自己的夢想 向著人家,幫他走 而香港一定會給你機會 去擺盤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了解 你自己想做甚麼 在香港一定可以做到 就像我這樣,我想說話 竟然我在香港可以有一個地方 讓我拿著咪高峰 說話,有些人願意聽,一起去笑 所以夢想成為了 香港精神對我來說 是一個懂得找到自己的路的人 以及把握機會 像這個遊戲一樣 不是說贏還是輸 而是玩得開心 香港精神很簡單 我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我會去把握機會 香港精神 我會去看